譬如人到世间上来投胎 如果这一个灵体 他选择是帝王家 一投胎出生他就是太子 他的享受待遇就超过那些大臣 甚至超过了宰相 你想不想起 那个待遇绝对不是他的什么智慧能力做到的 他的父王给他的 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像这个例子一样 我们选择到阿弥陀佛 做阿弥陀佛的儿女 享受阿弥陀佛的智慧的能 就这么个意思 王僧同居便是横僧上山土 《华严经》上所说的 在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看到了 所以《华严经》古代的称为大本的无量手机 也就是《华严经》就是华严了 我们这一次用长一点的事情 把进途大经济 细说一遍 《华严经》也是单同华严 这一部经将圆满了 那华严可以热射了 不用那么详细讲了 为什么 详细已经在这部经上 这是一不是二啊 详细 一节是四 四节是一 在基督徒世界看到了 正位不退 一节原正三不退 主要知道 正三不退 是 语言教 促诸菩萨 畏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都真的了 但是不能说语言 加一个语言字 这地位就高了 古大德 在诸书里面告诉我们 语言正三不退 是什么阶级呢 七地以上 才能成为 语言正三不退 这阿弥陀佛 本月威神的加持 真正不可思议 不地凡夫 临终 深念 因念往生 深 凡胜同居途 下下平 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能够语言正三不退 这就是 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享受的待遇 是七地以上菩萨 叫人 怎么能相信 可是世间 也有这种例子 我们从这个例子上去去想 能想得通这个道理 譬如 人到世间上来投胎 如果这个灵体 他选择是帝王家 一投胎出生 他就是太子 他的享受待遇就超过那些大臣 甚至超过了宰相 你想不相信 那个待遇绝对不是他的 什么智慧能力做到的 他的父王给他的 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像这个例子一样 我们选择到阿弥陀佛 做阿弥陀佛的儿女 享受阿弥陀佛的智慧 等等 就这么个意思 不是普通待遇 特殊待遇 下面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你光享受 你不尽义务不行 底下这两句 那就是你的义务 你必须跟阿弥陀佛的心愿相同 阿弥陀佛的愿 这四十八顿 阿弥陀佛的心 是念念菩利群生 没有一念是空过的 这个念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 一坛指 有三十二亿八千念 念念菩利群生 我们得有这个念头 念念没有自己 心心流入绝海 心里面是什么 心里面是绝 没有丝毫迷惑 还是比喻是自信 自信本觉 马明菩萨在七心论里头告诉我们 本觉本有 不觉本无 不觉是什么 不觉是阿赖耶 阿赖耶是妄想 不是真的 阿赖耶不足 自信本就 心心 心心 跟念念的意思是相同 念念念 是真心其用 心心是真心的本体 设心从体上降低 顺念从用上降低 你看 体是什么 体是大觉 在菩提心里面 这个觉 心心流入绝海 就是真诚 观经上 观经上所讲的 至尘心 至尘心 就是绝海 奇心论上降低 执行 形容 这心里头 没有丝毫 委屈之下 或者我们再说的 悲一点 没有扭曲的现象 这是绝海 一念不绝 二有无名 从绝海里面 就变现出阿赖耶 阿赖耶 阿赖耶 是我们中国人 俗话讲的灵魂 在四圣法界里面 成为灵性 六道里头 成为灵魂 灵魂就迷了 灵性觉悟了 所以觉悟 没有圆满 觉悟的人 觉悟人不造业了 善我业都不造 迷的人造业 造善业 生三善道 造卧业 生三我道 这些四世真相 我们学佛 学了这么多年 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有很清晰的概念 你看 王生西方 极乐世界的菩萨 所以这两句 我们现在就要用心来学习 念念念菩利群生 心一心流入 绝海 这叫真意修行 绝而不明 阿 尼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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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